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科技集穿網台版電玩新聞的環節 回到電玩新聞 這次一開始應該先講講兩部主機的消息吧 算是一些活動的字幕 我們先講講中一部主機 上一集提過有個歐洲 歐六加年吧 過了這麼多個星期 你記得上一集看到我打下去嗎 我找過名字 我沒說錯 冷靜點 那裡有個少年銀神 說他拋銀很厲害 拋銀很厲害 你說吧 我讓你再玩下去 繼續 在Microsoft那邊也有個Pool教Xbox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關於Xbox One 這個功能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叫做Xbox遊戲Youtube片王爭霸賤 是 你好像見其他有時候搞一些Event那個 所謂喜歡搞打機比賽 這次一來他就聘請了一堆YouTube 比較名人的頻道 出名店 好像在講Games Effect 又有屎萊姆 說每個人喜歡上Youtube看別人打機都會見得多 請了他們在大概1月19日左右 去到3月中 會保持著這班Youtuber都會做一些打機片 所以是Xbox One的遊戲 但他較為有趣 除了請來一班Youtuber去打機之外 他就更加可以玩一份自己去做一些片 就是Xbox One的打機片段 放在自己的頻道上 然後如果你搞定就把那條片的連結和資料傳給他們 就可以參加這個爭霸戰 就是可能你做過一些很高難度的動作 一些更搞笑的達哥卡關 他有四個requirements 有一個是打機的題材 有幾個技巧 創意有趣度 遊戲技巧 影片瀏覽人數 瀏覽人數就坦白說不夠大頻道 主要應該是上面三個出聲服 我反而真的覺得這個遊戲技巧是一個很值得爭取的地方 就是什麼技巧 好像達哥那樣 紅一關卡三天那種是否有技巧 對 這種也是一個很高超的技巧 在last of us那時候 搜到長盤橋才過得到那些 但是如果你是參加這個比賽拍這些影片 你應該是破人家的 又不是 如果你會不會說最後卡太厲害呢 在瀏覽人數方面贏到什麼 有可能 你達哥就說你會繼續追 你突然看這條影片有卡關就不看下去 又不是 以前我看還未叫SwitchTV那時候 就是JTV那時候 我試著看一個鬼佬打遊戲 無緣無故上航空區的人說好笑 就是玩Shaw的遊戲 就是玩智力解謎的遊戲 那些遊戲是否連我看他都知道怎麼解 但是那個鬼佬解一個 下午解不了 總之解不了那個題 就有一個阿叔睡在那裡 那那個阿叔是整個下午就這樣就死了 那些人在那裡打英文說什麼 扮一句是old man 然後他會給我一個槍 然後我看了一個下午在那裡 有時候很難說 打了你怎樣 那變了其實 是一些普通Youtuber上位的機會 對 因為創意有時候 我看到有些鬼佬以前打GTA 他弄一架電單車玩特技飛車 那些都很厲害 那些可能有Youtuber 你玩到這些影片其實都可以一戰 可以嘗試放上去 但是重點他又不一定要是Youtuber 他也是吸引所有人參加 因為 所有人人也像Youtuber 你上載上去就變成 最重要的是 我也算是 不是有一個機會給你成為一個 就是叫做專業的Youtuber 上位 而目標是他的獎品 喔 獎品是吸引的 對 就是一個E3的入場見證來回酒店吃宿 對 總之一餐東西都包了給你 對 那E3也吸引的 就是如果作為遊戲迷的話 但我有一點失望是他 就是他給你一個名額 就是你不是一組隊去嗎 就是或者你起碼兩個可以帶個朋友去 一個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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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主要是想帶一個女人去 一來吧 那件事 你想一下 就是我 就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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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是甚麼來的 E3很歡樂的 那件事 你想一下你應該會跟著XBOX那隊 crew出去 我預計他可能會有 用這一位得獎 或者贏家 去跟他們有少少合作 在E3的活動上面 但另外那件事就是 Ada訂你 除了他們那隊 crew之外 你去這個旅程 都可能一個星期的 三多天時間 就是會有點不自在 沒有的 我常常會想 可能有些人拍片 都喜歡一兩個人這樣做 如果這樣的話 就純粹當贊助他們 可能當另一個人買票 其實你一個人免費了 當然是分享就可以 都可以的 那兩件事都好 有這樣的比賽 我覺得挺有趣 一個小小的推動 其實創意 應該說這個活動 也不是完全是原創的 也有出現過類似的活動 有一定有 只不過是在遊戲界上 比較少見一點 還有近年也沒什麼 其實Sunny 你不如再玩一個 GTA Online 殺到200個百點 沒意思 那你還有人殺得厲害 我 不知道 你殺得比較賤格 哪有賤格 都是這樣 你開了一支咪 你開了一支咪就可以了 你開了一支咪就可以了 你的嘴巴夠賤 對 你可以的 你很有禮貌 你贏的那個EV名額回來 我們放你去做戰地記者 好 我們靠Sunny 總之我的名額 這個活動有興趣 大家就上去Microsoft找 或者我們放一些資料 在我們Facebook 我們放一些資料 like我們Facebook 是很重要的 多點上我的主頁 上我的blog 另外就 這裡講了這麼多 另外就講一下 它的零一家公司 對手公司 就是兩部次世代 再下一世代的主機 但是Sony這邊 就不是什麼好消息 剛才那邊很歡樂的 那件新聞 它是一個好消息 這次Sony來講 就絕對不是好消息 但據遊戲迷來講 就多了一個笑話 好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不是笑話 不是笑Sony 其實是笑一件事 裡面那個人 感覺很矛盾 這件事 這件事 我們偉大的祖國 就會推出PS4 原本就應該月底 就可以玩了 應該二十多號好像出機 按照我的節目出街 隔了一段時間 就一玩 最後就被人捏住 春袋就出不了 但是他捏住了 他捏的東西捏住 整件事很奇怪 他說 很符合中國國情 對 因為其實本身就說 他通過了出機的條例法案 我不懂 快錄一些法案 大家都知道裡面很多法案 所以那時候iPhone6上市 慢了都是那些原因 所以香港才炒這麼久 總之大概就是Sony 總之給夠錢 可以出機 總之搞定不了 可以出機 可以出機 你夠錢 但是突然間被人捏住了 就說 因為他現在出來 就大概說 因為他沒有正式公布的原因 就說是延期 就有人不推測 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說Sony沒有鎖區 他可以經這部PS4 就直接上到YouTube Facebook這些網站 而交到 那些不存在的網站 不應該存在的網站 另外就是 因為之前 Microsoft在國內出的 Xbox系列的機 全部都有鎖區 那他就引起了 部分網民的不滿 有人就說 原來有關當局 之前就看漏了這件事 現在突然發現了 所以就要跟Sony再談過 所以就暫停了這個出機計劃 但是我剛才說笑的部分 其實對大陸的機迷來說 虎笑 我EB指著某一件事 就說矛盾的恥笑而已 純粹是 我覺得最矛盾的位置 不如說出來吧 就因為在大陸的八道鐵巴裡面 大家應該都知道 是八道鐵巴的 有位網民 他自認的 就說他跟有關當局去report 就因為Xbox不用鎖 Xbox鎖了應該說 Xbox鎖了 PS4不用鎖 到底你們的政策有問題 還是你們針對這部機器呢 其實他是怎樣知道 PS4是沒有鎖 因為公佈了沒有鎖 因為講明是沒有鎖 然後這位網民就是告發 你當是 篤灰 篤灰 這是我新的詞 他篤灰完之後 他就要出來自認 自然被人吊賊他 大家都吊賊他 大家不知道的 參加香港貿易網 就很容易明白 總之互相 互罵 就在那裡讀灰 然後有些人在那裡罵他 他出來就為自己辯護 他的辯護很好笑 他就說 其實他一直都很支持Sony 的產品 即是說了一張圖 可能有兩三部PSP 有部PS2 有部PS3 他在一兩年前買了一部Xbox 有鎖區 他就很不開心 現在出現了PS4 不用鎖區 他並不是要阻止PS4 而是他想尋找這個真相 尋找這個公義 到底條例有問題 還是當局是選擇性執法 但沒有記錯他更加進一步 有一個自稱 最後他就補充了一句 我是一個任團 但他就買齊了Xbox和PS 他是一個任天堂的粉絲 但他買了一部Xbox 然後投訴PS4 是 很複雜 整件事 其實不複雜 打機大哥 我先刺了線 哈哈哈哈 這個一點都不複雜 即是要引用王一菲在回魂夜 給他一句 他先刺掉了線 用不用神經病 你形容不到這個人在做什麼 而且我上集說PSN和Xbox那邊 壞Network那次 我是不是有一句金句說出來 左人打機 死了被人燒什麼什麼 這傢伙也不斷被人攻擊 可能被人燒了什麼 他又繼續保持自己的立場 沒有動搖過 但好像傳聞中 在這個GTA5的八道鐵巴裡面 他被人禁錄了 不可以再進去 即是頂他不順一點 終於 大家出一部PS4都很想試試穿GTA 這樣就被人禁錄了 沒有 總之奉勸因為大樂的網民 你就小心自己的Spring Pocket 還有 有些事情 叫做選人有不利己 你做來是無謂的 而且坦白說 你不是尋求自由 你不是要兩部機器一起解鎖 他就是尋求要鎖在那裡 他又不是 他就說到如果你不鎖 不如你再選我們那部 他都想尋求自由 但是你這個國家尋求自由就說 這個節目就越來越偏離我們的集積,留在老領3D說 兩天後的集,老領3D,我們先說一下,我們在集積的數告 保持著隔星期二出的,如果那位朋友你會很想盡快聽到集積的新一集 那就星期二按上來,一定有的星期二,不過看了幾點 bookmark我們的頻道,like我們的Facebook,就一定收到最快的資訊 subscribe我的podcast,我們不要再洗腦了 所以就是那句,鳳強國這個朋友,你就小心點某個袋子 我都看這些身處在地獄鬼國的機迷感到很痛苦 所以其實香港的機迷大家都挺幸福的,有些東西寬容一點點 所以不要再上Sony的Facebook,叫人家賠錢了 要求Sony道歉 他被嚇一嚇攻擊,其實他都不想的 當然他壞事發,我都有吊賊他,但是算了 你那東西沒得打機生氣,罵完就算了 你不要後期好像人家欠了你十二九千尺那樣,我覺得大家寬容一點 特別你不是PS Plus的用家,你是無倫給我一次 哈哈哈哈 還有一些厚度好一點 希望大家寬容一點 不過說完兩個主機的新聞,要說另一部就不知道算不算主機 就是你的電腦 其實也有關事 因為大家既然在PS4玩不到GTA,對於鬼國的居民 在PS4玩不到,唯有轉球電腦 在電腦玩這個GTA5,1月29日出版,宣佈延期 唉,結果應該又宣佈延期吧 他好像又不是又來的,因為他之前好像沒有正式說過日期 然後就公佈了1月29日 就是之前是開張票不知道什麼時候對稿的 現在是時間尿的日期,還不知道是彈票 現在好像是延到4月幾 我忘記了確實日期 相信如果要玩的人到時候應該會玩得很難 電腦用家繼續乖乖等,繼續用Nicobelix去盯著連結 但PC版的GTA4是被人吵得哭 為甚麼 他的規格很奇怪 他是吃CPU多過吃Graphic,很奇怪 還有一個非常偉大的Microsoft那個Live Game 現在好像好像沒有這些東西 也很麻煩 但現在Live Game是改善了 修輪了皮 修輪了KIMA 對,Live那個沒有了 對,Live是修輪了皮 因為當年我記得你不登記Live 又不知道又不能玩 那些Safe很奇怪 然後你不知道塗個Tweet在上面好像被人看到 好像很麻煩 就是全部很奇怪 當年Live掛勾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人罵 我記得我好像有罵過 你有罵過 你有罵過 我也有罵過 我自己不太記得,不好意思 現在PC版延期 不知道會怎樣 不過他官方又發佈了多一段影片出來 這麼快又 都是差不多 我又覺得 都是 叫做GTA Online 我這個節目好像從這遊戲開始 已經說他現在說是Online打劫任 他又做一段影片出來說 就是Online打劫任讓大家玩 好像我見到Sony 他有一個在FacebookPaste share了活動 不知道怎樣你share他的影片 會鬆失這個PS Plus的帳戶 他現在的影片好像是玩這件事 大家有興趣上去PS 即是PlayStation那邊官方的Facebook研究一下 不在幫他賣太多廣告 他又不給錢了 喂,我沒有說什麼 你又不要這麼說 我是很持平的 我兩邊都說了 順帶一提 他那個PC的GTA 5 在Steam那裡有Preorder 但是 如果你給了錢給一訂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貨拿 先不要管他 非常特別的地方 是如果你的Location是強國的話 即是強國的有Steam這個東西 我都近吧才知道 強國的GTA的售價是一半 即是要翻牆去買Game 你可以這樣想的 不過我相信強國的人 會不會給錢是一個問題 到時他會不會就是 他特意就是為了要鎖鎖 鎖鎖大陸的區 是他們自己一個Network 然後我們GTA Online 可能做不到某些事情 即會不會跟那個時候 可能GTA Online 他們那些Online 全部人講國語 自己玩 然後如果我們不想回到場 去買GTA Online 一開箱就連那個Fan 會不會買了之後 然後你連回自己那個 又可以玩得回來 我的意思就是 他會不會是因為連不到 就只能夠連回大陸的商品 即是因為他怕你那時候 你其他地方用來散步 都不知道有什麼消息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GTA反共 哈哈哈哈 死無錯 神經病 然後裡面的人 穿了紅色衣服 就誰說的不應該說的話 殺誰 就把天空門廣場出來 然後拿下一個去抓狗 你控制那個變了警察 那些公案 這樣也好 可能有試過 翻牆回去 為了玩些什麼 但是Steam那邊 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他會換價 好像沒有說過 看回去那一段 就沒有解釋了 可能都 或者用幾個角度猜想 可能是 因為大陸那些 翻版都嚴重 翻版很嚴重 他很嚴重 他想引人 玩正版 沒有關係 你收半價 都是沒有人買的 你收10元 可能有人買 可能便宜過買翻版的價錢 不知道 這個就不說了 PCGK其實也差不多 再提一提 再提一提 就是它的規定 就是它的規定 它正式公布了 有一個推薦的規定 以及一個基本的規定 那個我不在這裡數出來 總之 大家基本上都是要組裝那部電腦 為什麼它延期呢 就是Rockstar給你多三個月時間 組裝那部電腦 他怕你玩不到那部電腦 所以延期而已 不是它的錯 是你們那些垃圾 電腦 玩不到我的電腦 玩不到我的電腦 我給你們多一點時間 組裝那部電腦 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說的 Rockstar沒這麼說的 就是這樣 GTA講到這裡 大家要組裝電腦 就組裝電腦 大家可以先看看requirement 再看組裝那部電腦 應該是電腦版的畫質 應該是最高的 因為它上到4K 理論上是 還有它主要大家 電腦版都是貿著MOD 是 是 那繼續為大家密切留意 出了 雖然我也不會玩 但是軒哥 說一句 我看到它的硬碟 是65GB的requirement 是 不過如果你的遊戲裡面 城市大成這樣 其實都 我覺得65GB的data 你買回來 其實是很划算的 其實你想想 我們PS3那隻 它裝8GB 到你部機裡 那它的碟裡面 本身都可以 整個十幾GB 去到PS4 它好像多了一倍 始終它的畫質 提升了那麼多 那PC再多一些東西 多一些不奇怪 我覺得適合玩 不是 它在PC遊戲裡 你本身運行到很多元件裡面 這個又不詳細說了 不過 PC版GTA的消息 大概是這樣 還要等PC版GTA的朋友 繼續吧 繼續 先買你的PS4回來 玩著 土豪的玩法 土豪的玩法 這樣就 下一隻遊戲 今天是西雅 我們講完XBOX1 再講PS4 再講PC 接著 WiiU都玩了 其實我特意選兩隻任天台的遊戲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再平衡一下 對 平衡一下 其實我們好像很久沒有特別 怎樣推介過 提過一些任系的遊戲 因為任系 任系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好像還剩下 你還沒買Viu 對 因為我自己沒有買 所以我沒有特別留意 但是這隻遊戲 之前也跟大家提過 Sanobre X 其實它全名是Sanobre Chronicle 不過因為 Chronicle太長 所以我不會串 所以我們 哈哈哈哈 就是叫做Sanobre X 就算了 大家明白就行 算了 有時的東西 無謂辛苦自己辛苦別人 有時的東西可以這樣讀 有like過我們Facebook的 都看到我的早機 應該貼過一條Trailer上去 是 這遊戲正式有一個 叫做發生日期 就是4月29號 當然是VU版的 那其實你看那條影片 畫其實就真的都頗靚 你說去不去到PS4 那種象徵 當然一定沒有 Viu都沒做得到那個水準 本身硬件上 其實不能支持 而其他的問題 就是 conventionB ε的遊戲 故事背景 就是一個架空的世界 其實我這樣看片 那條Trailer其實是拍著三個主角 就這樣跑 然後不同的角度 就可以拍着我們這樣跑的時候 就看後面的背景,那三個珠角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景色,我覺得有點像莫恨的世界 它比較多一些野外的地方,野外的地段 當然它也有一些比較高科技的城市 但是佔地始終都是原野的地方多一點 同樣也有一些火山、雪地之類的 所以你沒辦法要求它給你一個很像珍的世界 因為它裏面都很幻想出來 本來它就是科幻的東西,即是幻想的 反而它的畫質做出來是壯麗的,雲觀的 你剛才看到它在跑的時候,後面的海盜門有條海龍飛上來 整體整個感覺都震撼,也好看 而反而比較擔心的就是主角那三個主角的人樣 因為那條trainer最後十多年終於震撼了一個主角的人樣 即是反而其他東西沒有問題 反而人樣... 是崩崩你死於眼那樣 死於眼... 不過沒有,很多人用人來做主角的遊戲 好像死於眼的問題也有萬年問題 我過了一點 即是畫師一來,二來可能是3D模組的時候的技術問題 那些人說其實第一集也是差不多的 即是死於眼的 對,都是死於眼的 即是跟回之前的畫風 即是風格,你認識T什麼 反而這條trainer就不是很多戰鬥畫面 因為Central Bay也會坐在機械人那裡打 但它就只是現在有機械人在飛 在山峽裡面飛 即是它這段影片應該是玩異景為主 就不是真的有很多戰鬥或者場景給你看 可能等它再發佈這段影片 就那段應該要打個九彩 那大家再留意一下這遊戲 其實很多VU的玩家都說這遊戲期待度滿分 甚至乎它一個期待度的投票 它還贏了FF15 始終上代就叫做慘烈狀烈犧牲 即是鏡口碑又輸收視 即是一隻遊戲去到跟亞視有同一個評價 是一件鏡口碑什麼事 有個遊戲倒轉贏 即是什麼贏銷量又輸口碑 即是這個是無線的 無私的 這些是無痴的 無痴的 即是無論一隻遊戲 你哪個評價都好 都是跟香港電視台的一個命運 對這遊戲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唉 這樣就希望這些集 即是不想看到遊戲經常出現這個情況 即是有口碑的遊戲 就希望它收視那方面 即是銷量那方面都可以 做一個好的水平 去佈甲那些用心製造的遊戲 developer 也希望 另外稍微提到一提就是 就是大家都可以記住 有一隻上一代Central Blade 就會在這個New 3DS上推出的 這個竟然都說期待很大的 是期待大 因為它將上一代的隱世名作 就叫做復刻出版 當然其實如果你看過那些畫面的話 期待到就都選了幾多 即是因為始終去了New 3DS 這個3DS 始終連V的級數都去不了 你的畫面有些 無解超級手機 對有些無力 而且重點是因為它New 3DS 即是舊款3DS是用不到的 一定是最新款的那一隻 那變了有些少少混蛋了 即是逼你出新機 還有好像暫時只有它一隻 我印象中 可能我看漏 即是如果是各位聽眾 可能幫我補充一下 即是可能想用這隻遊戲 去逼大家出機的意思 那也是 慢一點 那大哥 那又不算是一隻100% 完全是新作 而更大問題是 你拿第三廠的遊戲 去幫你自己谷機 你的大亂鬥都不會這樣做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很奇怪 知道你說的嗎 是的 OK 那我們講完Sanel Brain X 那最後一隻就 都關老人事 都關老人事 不過這宗新聞就 不知道 猜不到 我只可以說 我猜不到 猜不到這樣 去Cross Over化 我只可以說 你說看到有沒有驚喜 都有 有的 但其實如果你再看這條Trader 就不算太特別 聽到的就是震撼 說什麼事 就是P.A.D.成這個Mario 即是Parts Sword and Dragon 手機轉主遊戲 是的 我們今天都涉獻了全部的題材 手機都過了 全部都說了 差PS Vita 我們真的有一個很難公平的問題 不是 剛才我們講PS Parts 那些關於PS Vita事 每個Platform都講一下 每家公司都講一下 我們今天真的有公平 很持平 很開心 即是抵達一捐簽了我們 對不起 你不要再叩咒我慶眾 我警告你 一集是六次的 你不要再叩咒我慶眾 那持平的Sunny 你接下來怎樣說 其實你有沒有看過那條Trader 我有 因為那條Trader記得 它一開始就是P.A.D.出來 蛋龍 然後蛋龍出來 然後就拍了那顆火珠 那顆火珠就變成一朵朵花 幾乎講錯了 焗花 Mario那朵朵花 不要說Mario那朵朵花 開始Mario的音樂起 然後其他珠就變成Mario那些公仔 那些星星那些 星星好像是光屬 星星是光屬 我沒有記錯也是 因為我一納一納這條片 我都不記得 然後就原來在3DS上出了一隻 以Mario為題材的珠珠遊戲 是 我一開始就知道Puzzle & Dragon Crossover Mario 我一開始就以為手機那隻Mario 手機那隻P.A.D. 就像平時普通的合作 平時合作 開到合作地下 被抽蛋抽出來 這樣 我以為 想不到原來將P.A.D.的玩法 放到老任的主機這裡 還要角色換了老任的公仔 所以我一開始就看到 我又和大雲同一個想法 就是終於任天堂和P.A.D.合作 即是進軍手機的時候 原來不是的 出了下去之後 我另一個想法 就是老任上出一隻轉珠鏡去試試場 但是他放不下我的面子去抄 他明正如信跟你合作 我最多跟你分錢而已 即是如果你直接弄一隻轉珠出來 又不關根號的事 就像抄別人一樣 那你弄一隻轉珠出來 大概也是 你不是某間公司 不是某間香港公司 你老任 你放不下自尊 而且他們也不敢做 即是日本的廠商是比較有 不過這個就是 日本廠商普遍來說不會做 不過前陣子有一隻日本遊戲 抄P.A.D.抄到100% 沒什麼 那隻遊戲 下了假 我知道下了假 下了假 都會有這些情況 但相對來說少很多 少很多 那當然你說Barsour是不是 叉無雙這些 我都不會跟你開專題去講 算吧 什麼算吧 大家粉絲 有些東西我都算了 但是我會有這種想法 老任就是想出一隻轉珠 然後我看一些P.A.D.的網站 大家都很喜歡上下 Person and Dragon Broad 大家應該都知道誰是Broad 那個Broad也有提供我的資訊 所以我都很喜歡上去 其中有一篇文章 就說說 跟號怎樣跟老任合作 意思是說 跟號是自己想先搞這個合作 甚至說 三本是做了一隻遊戲 即是做了一隻 換了Mario的工具 就是他的成品 然後拿去任牽堂給他 說有隻我這樣玩法行不行 然後任牽堂一看到 就覺得挺有趣 那就走 那當然是不是真的 這個版本 就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這些就 剛才Sunny說話 我也有道理 就是想嘗試新玩法 看大家轉珠轉這麼開心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天 有少少合作 始終仍然Person and Dragon 都在3DS出過那隻遊戲 PAD2S PAD2S是你們那隻 PAD2S PAD2S 你們那隻是什麼 PAD2S W 手機是W 演了他那隻 也有少少合作過 雖然未只喜歡工具版本 現在就整個公仔 就是Mario抱著彈龍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但你只換了Mario的公仔 就 他只換了一個Skin 所以為什麼我會有那個想法 就是Mario 就是任天堂上出的轉珠 但是他放不下 會被人說他抄這個罪名 所以他正式搞合作 當然大王他提供了另一個故事 這個都會自認我的Broad 但是那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他們合作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會維護你的 有時候嘗試沒有壞 我反而比較擔心 遊戲的深度問題 因為Mario的角色始終有限 你看他的Trainer也是轉珠 在打兩隻龜 其實Mario可以用的角色 你在那些 你不像PAD那樣 頭幾關就打主角狼 之後打防皇 再打打希臘神 打希臘神 又不知道打什麼 日本神 進去作 他有很多東西可以把他玩 他始終角色可以 一來多 二來就算不多 他就加 他完全沒有任何包袱 他又可以搞合作 你Mario數了那些 你打足了那些十幾關 如果你不是掛Mario的名字 你掛老人的名字 你Pokémon那裡拿一堆的 都比你厲害 但是如果你是說Mario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的角色 不是太多 因為其實你玩MarioTennis MarioCard那些 你可以用的角色 大概都是三十個 有三十個 他直接連街邊的菇拿來用 菇薄是Captain 有些什麼 街邊的時間 收拾東西過來 已經可以用的 所以我在想 我覺得他有機會 會跟其他老人的作品 cost over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 其實PAD那些角色 有些可以放回去 暫時他還沒看到 但是我覺得如果不放的話 這遊戲的誠意就略欠的 都是 我覺得甚至乎 對於PAD這遊戲不尊重 根號那邊 不尊重 你應該要那邊放回去 我覺得沒可能只有 一隻彈龍在這遊戲出現 如果你說到 中間放了X 是一種cost over 那你只是Bare的一隻彈龍 入場又好像 不太尊重 好像有CSV那樣 我個人估計 他應該會有些寵物放過去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反而我自己比較 雖然我沒有玩 但是我比較期待 到底有沒有機會 在這遊戲推出的時候 手機版的PAD 可能都有一些 Event 應該會有 手機有的了 你遇到他自使有石 送給你 那時候PADW PADZ出的時候 都有石派 我的意思 但是我希望他做多些 就是譬如 任天堂的角色 真的終於可以出現 在這遊戲裡面 那我期待度會 反而高一點 雖然老人說過他 不會出 但是到底他是不是 真的是 完全放棄手機市場 我又不知 這遊戲 當然也可能完成 試一試 各位玩家 原來都不會說 你都後悔不了 不是指著他來笑 是開心的 抽蛋 可能慢慢慢慢 試了第一次 融入了下去 然後真的出自己的遊戲 還是有可能 始終任天堂 對手機的關注程度 好像我們沒有記錯 半年前 那時候有些新聞才說 任天堂 終於肯開手機版網站 那時候才 因為他手機方面的關注度很低 對現在的方針 看看會不會 好像新年說 給一個機會 他不斷 下台街 試一下水溫先 試一下水溫先 如果你把PAD 整個日本指著他去燒 那就馬上走開 沒有 那就搞Crossover 玩一下而已 下次不玩 那你給我 我給你 就是沒有說誰抱誰大腿 如果到時候可能反應好 那既然搞反應好 那我就尊重民意 那不是很熟嗎 這句話 密切留意著這遊戲 雖然由於我轉珠的技術 實在是太高超 不要緊 你叫軒哥教你 玩這遊戲可能性就有點低 你拜軒哥才知道 但看會繼續留意著這遊戲 始終都有一些新意在 好明顯大王比我厲害 不要說這些 大王是課金課比你厲害 我現在夠課 抽蛋比我厲害 不要說這種私人恩怨 大家不要那麼小器 我向前望 我們關了麥克風 等等大王和阿軒 慢慢吵著 即是直接抽 好 回頭回來就到 就公開大王和阿軒 蔡國 即是誰打贏 即是待會誰還有命 開麥克風就誰贏 沒錯 好 稍後一會見